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斗福音第十三章 第十八至二十三节 耶稣对门徒们说 那么 你们听这撒种的比喻吧 凡听天国的话 而不了解的 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 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头地里的 即是指人听了话 立刻高兴接受 但在心里没有根 不能持久 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 就立刻跌倒了 那撒在荆棘中的 即是指人听了话 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 把话蒙住了 结不出果实 那撒在好地里的 即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 他当然结实 有结一百倍的 有结六十倍的 有结三十倍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世经小帮手 凡听天国的话 而不了解的 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 很多时候 我们听不懂天主的话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把圣言当成是耳边风 那如果心中没有耶稣的话 那心里有谁的话呢 耶稣说 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 意思是 在一位听不懂天主的话的人心中 恶者为王 恶者随意把天主赐给的宝贝 都移除掉了 那么 我们的信仰在这里怎么起作用呢 信仰好像完全失效了 多半是因为天主的圣言 对我们的理性说话 但是我们人是情绪的动物 在潜意识里会被许多先入为主的念头影响 你能觉察到 你什么时候最能聆听别人呢 是被同理的时候吗 在没有被要求的时候吗 在对方对你微笑的时候吗 在你心情放松的时候吗 你认识你自己聆听的需要吗 与人互动的时候 不妨注意自己聆听别人时的反应 我们如何聆听别人 也会用同样的心去聆听天主 所以 认识自己的需要 可以让自己更自由 因为我不被自己的需要捆绑 即便天主的圣言听起来很凶 但我也能知道 这时候的圣言虽然没有满足 我对温和话语的需要 但我还是选择用信德去聆听天主 学习用信德去聆听 这就是走出自己 用爱去聆听 而这就会把恶者从心中驱除 因为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圣神 而圣神会帮助我们 更深层地去聆听主 也去聆听身边的人 请品尝圣言 莫想恶者多么渴望 你不会听进去天主的圣言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是否能列下 你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条件 你才会听对方呢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求让我以信仰 用爱去聆听你 把你的当成是最重要的话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整理好内心的环境 才能听懂耶稣的话 我们明天再见